疫區的非洲航班抵達廣州 檢驗檢驗人員在機上發現一名旅客 體溫超過37度半 並搬有疑似症狀 立即將他轉送到定點醫院 今次演練新增了一個環節 就是無疑醫病患者死亡之後 其密切接觸者中有人發燒38度 醫療人員進入酒店核實他的體溫症狀 並轉送到定點醫院 之後就讓人員對酒店進行一個小時的消毒 是留官的隔離的病人 那麼現在我們已經統一由第八人名 那麼出車接到第八人名進行隔離排查 有六張腸胃的ICU病房 那麼他一樓總共有十二級房 可以收治二十幾位病人 如果真是這個能力不足的時候 他的二樓三樓四樓 在整個這一棟樓全是負壓病房 為了降低伊波拉的廚藥風險 現在從疫區入境的旅客 都會被安排在同一間酒店住宿 如果他們不想跟他安排居住的話 也會有由公安、衛生人員 以及翻譯組成的三民小組 每天對他們進行健康監控 市長中心呼籲 市民有任何伊波拉的諮詢 或者發現可疑人員 都可以撥打12320 告訴就行人員知道 廣州電視記者周焰宜報道 除了